这应该是电王中最搞笑的一幕 面对释放羽翼的一魔神 陶塔罗斯玩得非常过瘾 然而伴随着战斗的进行 一魔神竟然不讲武德 气得陶塔罗斯当场发飙 而导致这件事的起因 却要从钓鱼老开始讲起 此时夜耐示意钓鱼老 不要侵占梁太郎的身体 因为钓鱼老每次行动 梁太郎都会胜虚两天半 并且陶塔罗斯主动表示 作为钓鱼老的老前辈 事先一定要和他汇报 这时钓鱼老接过咖啡 竟然以毕恭毕敬的态度 主动把咖啡献给对方 经过片刻的时间后 尽管夜耐肆意的毒打 可陶塔罗斯和死猪一样 丝毫没有清醒的意思 对此只没当即解释到 钓鱼老在刚才的咖啡中 故意让自己放上辣椒 以此让陶塔罗斯保持清醒 此时随着夜幕的降临 钓鱼老夫生于梁太郎 开始激情四射的夜生活 很快随着钓鱼老的行动 钓鱼老凭借高雅的穿搭 吸引到非常多的美女 然而经常在河边行走 怎会有不适邪的道路 等到第二天逐渐来临 研究昆字写法的梁太郎 已经躺在优美的家中 并且优美的声音浑厚 事宜钓鱼老赶紧洗个澡 眼看昨晚可能犯错 梁太郎赶紧查看其手机 果然察觉到自身的错误 这时优美叫住梁太郎 想要再次给梁太郎喂补 但梁太郎下的惊慌失措 以至于失足跌下楼梯 碰巧游也看到这一幕 心中涌现强烈的恨意 而且随着命运的安排 游也捡到梁太郎的钱包 片刻后钓鱼老坊为电车 立马遭到众人的亲切问候 好在有车长进行劝阻 因为他有巨载的卡片 可以赶走任意的一员 等到车长离开车厢 两傻转瞬间突然变了 与此同时失望的优美 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不料他摸到胸口的项链 显得有那么一丝忧虑 都会突然出现一魔神 执行优美消除的心愿 而一魔神奇怪的行动 刚好被伪奇看在眼中 与此同时愤怒地流影 转身来到爱丽的咖啡店 同时手中拿出大菜刀 爱丽表示现在的梁太郎 可能正在返回的路上 这是倒霉的三谱感到 差点背下梁太郎的波 另一边附身的陶塔罗斯 直言梁太郎太过天真 以后不要再信任钓鱼了 然而在两者对话之际 一魔神的气味突然传来 致使陶塔罗斯产生兴趣 释放鱼一边上升 等到陶塔罗斯发现 一魔神已经飞向远处 气得陶塔罗斯不断剁井 眼看一魔神已经逃离 在梁太郎的事宜下 准备寻找关联的契约者 这是爱丽打来电话 事宜有人要找梁太郎 但接听的是陶塔罗斯 以至于实在太过心虚 陶塔罗斯诞生名场面 片刻后梁太郎返回店中 但有也却非常的气愤 并在归还钱包的同时 质问与优美的关系 因为他是优美的前夫 虽然已经不喜欢优美 但这是关男人的尊严 为保护梁太郎的安全 陶塔罗斯主动附身 但爱与姐姐正在旁边 只好忍受尤也的毒打 这是爱丽果断出手 事宜两人要冷静处理 可由于是钓鱼老的行为 梁太郎根本不知道内容 以至于有也感受到侮辱 此时为妻返回店中 指出最近有很多人失踪 同时嘲笑三浦的惨状 导致尤也无认为自己 开始在店里大肆破坏 随后尤也向众人说道 必须把优美带到这里 否则他就会动用诈样 直接把这里炸成废墟 梁太郎剑撞随即寻找 却撞见有音乐的地方 正惨遭一魔神的毒使 不料一魔神挡住去路 暴露优美契约者的身份 梁太郎剑撞立马变身 随即让陶塔罗斯应战 而陶塔罗斯出于上次的仇 心中的恨意瞬间拉满 然而由于一魔神会飞 他完全沦为对方的玩物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陶塔罗斯抓住时机 直接把一魔神拽到地面 然而等陶塔罗斯站起身 一魔神已经消失不见 这是一魔神飞向空中 随即利用身上的语义 开始向陶塔罗斯狂风滥炸